哈喽 朋友们 又到周末了 都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只有周五的快乐是相通的 咱们做了一周的打工人 终于可以在周末做回公主了 那今天就和我还有艾玛蛋蛋一起 度过愉快的周末生活吧 走 咱们去提车 这个就是我的艾玛蛋蛋了 看到这个清澈的前大灯了吗 这可是一个光感大灯 在黑暗情况下会自动的识别开启 我停车离开以后 它也会延时关闭 完美保障我的出行安全 那我们现在就上车出发 其实蛋蛋四处晃倒 她的意识复古外观 带我进入了一场无比甜美的梦 自然又放松 什么都不用去想 蛋蛋光亮的金属色泽 不知不觉间就营造出了一段 我向往中的金色时光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城市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新鲜 蛋蛋全新设计的包裹装饰轮毂 也带给我不一样的新鲜感 氛围感十足的色彩搭配 像是市井画图中最特别的一笔 把我这款仙宗野绿配色的蛋蛋 随处一停 就好像成为了一个拍照打卡点 忍不住想要咔嚓几张 听说还有清甜粉 马尔他兰 麦芽奶咖等配色 以后有机会表妹可要通通解锁一下 作为我最贴心的出行伙伴 蛋蛋真的是具备了各种各样友好便利的功能 把对我的偏爱写在了脸上 表妹刚刚在停车的时候 只要轻轻的转动油门 车子就会缓慢低速的前进 完全不需要我花费力气 停车挪车都很省力 优雅周末这回确实优雅住了 可以看到阿玛蛋蛋在脚踏这个位置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充足 装得下面包也装得下生活琐碎和人间理想 那如果是宝妈们使用阿玛蛋蛋的话 这个位置还可以装上宝宝椅 空间依旧是非常充足的 那我们就出发 下一站 不用钥匙 二十米内就可以蓝牙五感解锁 真的太方便了 今天骑行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转把使用起来的感受非常的不一样 了解了以后才知道这是爱玛专为女性定制的转把尺寸 除了握感很舒适以外 这个靶套也是复古又精致 非常符合我的审美和驾驶习惯啦 对了 还有这个童趣感十足的组合开关 看起来特别像游戏手柄 真的很很戳中表妹的少女心了 操控起来呢 也在拇指的范围内 每个按键都可以准确的按档 表妹感觉自己的萌妹战斗力要爆棚啦 今天和蛋蛋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周末一天 我也感受到了蛋蛋对我对女性满满的偏爱 充满温度百分体贴 让我可以尽情的享受周末的放松和愉悦 遇见蛋蛋不止浪漫 这里是全球车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 为用户选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